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股市在本周初几天时间之内出现了连续的下跌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在昨天也就是周三的情况之中 澳洲股市并没有出现第三天的下跌 而是出现了不小的反弹 澳洲股市重新又爬升至7000点以上 截止下午4点收盘一共是上涨了0.5% 那么在欧美国家的话同样也出现了较大的反弹 像英法德最少的是0.2% 最多的则有1.1% 美国股市也同样在出现了几天的下跌之后 昨天是止步并且也有轻微的反弹 幅度较小大约为0.1% 另外在欧洲方面 欧洲议会也是全票通过了英国的退欧计划 这使得英国最终的脱欧时间将会定格在这个月底 1月31号 那么其他方面 油价目前保持在53美元的低位 黄金价格1574没有太大变化 比特币价格逼近9000美元左右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的就是 由于我们知道中国的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 目前在澳洲各个城市也都出现了确诊的病例 那么随着开学时间的临近 很多从中国回澳洲的孩子们 这周都要开始上学 因此社会上也出现了非常大的争议 就是要不要对这些孩子进行一个隔离 那么就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我们知道实际上 自从武汉爆发疫情之后 这个疫情的人数和确诊 以及疑似已经扩散到了中国 包括了其他很多个国家 那么事实上的话 不仅仅是在中国 就连在澳洲的很多 我们说的华人朋友们 最近也都戴上了口罩 而且随着开学时期 日期的日益临近 事实上就是在本周 在过去的应该说是四五天时间里面 有很多孩子也好家长也好 都纷纷从国内飞回到澳洲 肯定都不是武汉 因为武汉都飞不出来了 对吧 但是就这个情况 引发了很多澳洲本地的讨论 就是要不要对这些孩子实施两周的隔离 那么澳洲的联邦教育部长明确表示 只要孩子没有接触过病患 本身身体没有出现异样 那么他们是可以直接去上学的 但是有很多民间声音明确表示了反对 而且最大的反对声 却来自于我们华人的家长群体 那么我本人也在很多群里面看到 这个发言是非常的两边倒 一边是在说快要开学了 带着孩子要马上回澳洲 另一边就说你们别回来 留在国内吧 晚一点再回来 然后这边就说 你们怎么这么没有人性 这个疫情爆发 这边要开学 怎么可能让我们留在国内呢 那边反对声就说 你不要回来 祸害我们 祸害澳洲群体 那事实上呢 发言的那个人 也就是说 他说不要祸害大家的家长 我看他的微信朋友圈 每一天发的呢 还都是什么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这样的正能量 却没想到他能说这样的话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这种强烈的撕裂 或者说两个极端的现象 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 或者说这个现象 不仅仅是出现在澳洲 在中国其实也非常的普遍 其实它反映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其本质上还是反映出 价值观的巨大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澳洲的联邦部长说 只要孩子没有生病 没有接触过病患 就可以直接上学 在澳洲实际上来说 政府是绝不可能强制实施 隔离政策的 因为在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尊重和平等 也就是说在你没有被确诊之前 你就是应该被作为正常人来对待 就如同罪犯的疑似犯 在没有宣判之前 他都是无罪的一样 那么事实上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国内的很多的网友 一边在喊着武汉加油 那另一边 却呼吁本地自己的城市里面 不要让武汉的车辆进入 不要让他们停车吃饭 更不要让他们加油 最好他们赶紧滚出本地 这实际上就是巨大的人格撕裂 而这种情况事实上会造成 应该说对于那些 在疫情当中的人们 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那么试想一下 如果发生疫情的不是武汉 而是我们所在的城市 是你所在的城市 或者说感染的并不是一个不认识的人 而是我们的家人和父母 你还会说这样的话吗 如果别人这么对你 你会怎么想 那事实上也有 在澳洲的某些华人 甚至于呼吁 澳洲应该禁止 接受从中国来的所有航班 而且也不应该去拯救那些 困在武汉的澳籍华人 因为他们会给澳洲社会 带来潜在的巨大伤害 我只想多说一句 有的时候我们做人做事 引用一下新加坡部长 在回答新加坡国内 对于禁止中国人入境的 这个申请的时候 他回答说 说的一句话叫做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如果我们将心比心 发生这些事的是我们的亲朋好友 别人这么对他们 我们会怎么想 很多时候让人心寒的 不仅仅是其他国家怎么对这些病患 伤害更大的 却恰恰来自于自己的同胞 对他们的伤害 所以我今天也是在想 到底是为什么 竟有同胞呼吁 不要把疫情区的这些 甚至于澳洲的同胞们接回来 他的脑子是怎么想的 他有没有底线 他有没有一点基本的人性 感觉上就是 你就再去待着 我在精神上支持你 但是你待着别动 你千万不要到我这来 你要是到我这来 你最好滚远点 赶快滚出去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非常不道德 而且非常没有底线的行为 我希望我们认识的朋友里面 甚至我们的客户里面 大家都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要不然即使你再成功 你再赚更多的钱 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那么我想 其实有的时候呢 多说反而让自己更加激动 就像我在群里有几次 想痛骂一下对方 但是都忍住了 为什么忍住呢 因为我知道就算我说再多的话 骂对方再狠 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 或者说无法改变他的价值观 用一句老话说 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们做虽然从事的是金融行业 但是我一直强调的是我们赚钱 要赚赚的正大光明 要赚你有良心的钱 那我不喜欢 做那些呢 有为人格 或者说呢 有为品德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次的疫情中爆发出了某些现象 说的有一些群里面说的某些话 转发的一些文章让我看得非常的生气 但是更多的是伤心和失望 其实我只想说一句就是 其实我们要控制 要防范的是冠状病毒 不是武汉人 不是湖北人 不是中国人 况且这么说的 还来自于说同一种语言的同胞 这是多么让人心寒 好了 再回到实际市场中吧 我们知道这次疫情爆发 将会给中国2020年的经济 带来很大的影响 基本这么来说吧 春节前十天和后十天的消费 基本是报销了 那么如果这段时间的消费报销了 那么对比一下2019年 也就是说在2020年的起步阶段 已经落后了一周到两周的经济总量 换句话说就是 全国的经济到目前为止 落后2019年大约是 52分之一到52分之二 因为一年是52周 那么表现在实际的股票中 虽然中国的股票没有开盘 但是海外和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各个行业 都出现了下跌 在澳洲股市上 比如说旅游板块 中国现在取消所有的旅游团 旅游板块出现了重大下跌 消费板块 比如说奶粉 比如说红酒 也均出现了巨大下跌 澳洲最有名的奔赴红酒 其母公司财富酒业 在过去的一周累计下跌 达到了30% 也就是一个星期 跌去了几乎三分之一的市值 当然这和它在美国发展 不顺利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更大的原因 则是来自于中国消费量的大幅下调 虽然说 这个过去一个月的销售数据还没有公布 但是大家都知道 原本一年中 消耗红酒最大的就是国庆和春节 现在春节的前后几周时间基本是报销了 疫情控制目前预计 至少也要一到两个月时间 因此在这段时间里面 所有的酒店家庭聚会 几乎都会取消 换而言之 损失的不仅仅是餐饮业 与之相关的产业 包括海鲜也好 包括红酒也好 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相信包括国内的茅台 其股价在开盘之后 也会出现巨大的下跌 但是我本人相信 由于目前采取了前无 从前从来没有过 这个隔离措施 因此 从正式全国性的隔离 大约是25号开始计算 预计在两周之后 也就是在2月初 2月5号左右 疫情将会得到很大的控制 那毕竟嘛 现在的隐藏期 或者说是这个潜伏期 最高是两周 那么在两个星期之内 你要不就是发病 要不就是没病 要不就是病危 所以两周时间 从25号开始计算 预计2月初 病情或者说患病人数 将会从高峰开始缓慢回落 我也是觉得 很多的股票 如果其质地本身是非常好的 在过去几周 如果出现暴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重点关注 一旦疫情出现好转 这些股票也将会迎来一波 强劲反弹 而且不仅仅是股票 包括石油 包括澳元 也都是一样 只要疫情得到控制和好转 它们也都将迎来巨大反弹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随时联系我们 电话是03-8658-0602 和8658-060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